好我们就来看到现在2024总统大选哪一些的议题大家很关注呢 包含了是服帽的议题 现在是有选战阴谋在里面吗 到底是反黑箱还是反服帽呢 克文哲到底是怎么说的 虽然现在呢蓝跟白呢都是表态支持要重启服帽的 但是是不是克文哲夺得先进呢 那另外侯友谊是跟进表态吗 好我们就来看到苏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的看法 他说现在呢蓝白立场是相同的 那站在国民党的立场 那你就必须要跟民众党要做出一个区隔开来 因为呢现在蓝言完全都是同意克文哲的说法 但是你应该要讲的比克文哲更加清楚才对 好这个部分呢是要再加强的 好但是我们看到同一时间 民进党团立月党团在今天跟着太阳花旋运发言人吴珍 就共同举行的一个记者会 说别再装傻了一中才是目的 好继续猛打民众党总统三选人柯文哲 那么民进党立委洪生汉就说 柯文哲呢是忠于大方的承认了 如果选上的总统就会重启货帽跟服贸 不是假消息 他呼吁呢柯文哲不要再挖蓝营的墙角 好但是我们要来看到 因为呢前行政院长苏贞昌 他不只是表态反服贸 而且他还曾经说过 服贸呢是罔顾400万台湾人就业人口 好来看到很多网友说 哎那你再也都 EFA呢是说是糖衣毒药 但是你执政都快八年了 那你怎么不废呢 你这八年为什么不废掉EFA呢 还有人说你在台湾失业会去对岸领低薪吗 另外呢还有人说就是呢 哥布林庄没看到嘛 另外还有人说这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反国民党要拉下国民党了 当然还有人说啦 这么多的民进党内的人 蛇鼠一窝啦 你会有什么期待呢 另外呢时代力量立委邱显志 他却是认为说 把这个反黑箱服贸运动呢 简化为是追求程序正义的反黑箱 是扭曲历史 他说台湾人民应该要唾弃 提重启服贸的政客 好但是呢现在呢 就在野党就回呛说 那你政府为什么不直接就宣布 废者EFA呢 或者是直接的宣布 要断绝跟陆方的经贸往来 绿莹还说了 没有服贸 台湾GDP依旧是成长33% 好蓝营就反酸了 那这样台湾也不用急着加入CPTPP吧 苏贞昌说服贸会影响400万人的生计 但是苏贞昌似乎忘记了 当年马政府签订EFA的时候 民进党上上下下也是痛批 EFA是糖衣毒药 会毒害台湾老百姓 但是民进党执政之后 不但盖瓜承受 而且还说EFA不要停 所以当年的糖衣毒药 但是民进党吃了可是非常的香 如果按照民进党的说法 也就是即使没有福报 台湾基金仍然会成长 产业仍然会成长 那按照这样的说法 我们也不需要急着要加入CPTPP 我们也不需要急着要跟美国去签订FTA了 不是吗 民进党这些的话速根本只是在污蔑服贸 也只是要转移民进党的无能而已 陆委会在七八年前 当时他们就是说 这个是需要有一个监督条例的 同时有了监督条例之后 才能后续再来磋商协商服务贸易 或者是货物贸易等这些协议 其实这个就是在官方的这个网站上 就是明明白白就是写得很清楚 民进党已经执政了七八年了 如果他们真的觉得 这个陆委会当时的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话 他们其实就认真讲该直接就是废除 甚至他们应该把ECFA就废除好了 或者如果他们真的觉得 跟中国进行经贸活动是危险的 那是不是干脆他们也直接就宣布 就是直接全面的断绝 跟中国的所有的经贸 不要的随意的只是说 这样子是有危险的 或者是只是胡乱去扣红帽子 总统大选让胡帽 是不是要重启再先话题 而议员侯汉廷就痛批 执政党喊要加入CPTPP 两年过去了都没有下文 今年将在七月十五号 在纽西兰开会讨论 而执政党有任何的作为吗 根本就是忽悠一场 CPTPP那民进党就是在胡说八道 对吧 早前跟大家说吃了莱猪之后 就有FTA 后来直接被打脸 拜登直接说不会有FTA 后来才改口 说之后会有CPTPP 但之后也发现到了这两年多 完全毫无下文 而且一开始是日本在担任 理事国的时候 日本算是蛮有意愿帮助民进党的 结果民进党就完全没有提交 任何的申请 所以日本想帮忙也没地方帮 那隔一年之后 是新加坡当理事国 那是大陆主动提出说要加入CPTPP 民进党看到之后 才吓一跳 怎么办大陆要加入了 我们才急急忙忙的提出申请 可是提出申请之后 你说到现在也没下文 现在今年又重新要展开了 今年是在纽西兰 那一样好像也没看到 王美花有大张旗鼓 经济部大张旗鼓说 这个我们今年又要加入了 对吧 这个权力动起来 没有 为什么不敢讲 那讲了之后大家就发现 你这不是已经讲了两三年了吗 你可以这样年年都加入 然后年年都加入 这个不过民进党也挺习惯的 纽西兰那个申请入会案 截止时间是7月15 快到了 快到了 中国大陆已经确定要提出了 而且大陆为了要加入的时候 这是各种 各种法规什么的 他们的大陆内部 还有办很多场的评估 座谈会 演讲会 这个大陆网路上都找得到 你说台湾我还很少看到 经济部主动释放说他们办了什么工厅会 要针对加入CPTPP 然后找什么厂商产业来做 产业来做工会代表来做沟通 好像也没有 玩假的 假的啊 因为知道根本就加不进去啊 所以当然了就是忽悠一场 两年前曾经有一枚大陆气球被拍到 飞越了台北上空 当时的被认定是气象用途 但是英国广播公司BBC找来了AI专家分析 却发现这颗气球比较像是飞越美国和日本的间谍气球 而现在呢 华尔街日报也报导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月中访华时 和中国大陆官员讨论台湾选举的议题 布林肯表态不支持任何的干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访问中国大陆分别 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外事办主任王毅 大陆外长秦刚会面 现在华尔街日报26号独家报导 大陆高官在和布林肯会面时 表达对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担忧 更暗示赖清德独派色彩浓厚会加剧台海情势紧张 主席好 华尔街日报更是指出 大陆官员询问布林肯对于台湾2024大选 是否有既定利益 美国人是否把民进党视为朋友 但是布林肯重申拜登政府立场 在台湾大选期间 美国不支持任何干预 而报道也指出 美台官员在讨论赖清德 可能访美适宜时间点 会是落在赖清德八月出席 我方友邦巴拉规准总统的就职典礼 途中可能停留美国 另外报道也分析 布林肯访华期间 台湾议题是和大陆官员讨论重点 也凸显台湾是美中关系紧张核心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最重大的问题 2024大选牵动台海情势全球关注 法国总统马克宏接受CN专访时表示 法国支持台海现状维持既有模式 马克宏在四月时表示 欧洲不该卷入台冲突 应该战略自主引发舆论热议 不过23号马克宏重申坚决反对任何挑衅侵略 他更表示曾经跟习近平重申法国立场 而就在美中关系再度紧张之际 英国广播公司BBC节目声称 揭露大陆气球在亚洲活动的新证据 并显示气球飞越过东亚地区 而台湾气象局拍摄两张照片显示 气球曾经在2021年9月飞越过台湾上空 他们将照片和卫星图像交叉比对 90秒就发现气球出现在台湾外海 节目更指出台湾当局认为是气象气球 和专家持不同意见 美中关系恐怕诱因气球事件再先波澜 记者综合报道